首先我是说我们一般人 就是花个一二十万买辆车 最多不超过二十万的那种人 买车的进阶啊 其实特简单 刚才我看一个哥们说的就挺好 他说他家现在有四辆车 他说买车啊 你就记住一点 买车是最要讲究品牌的 啥牌大你买啥车 闭眼买准没错 而牌大怎么牌啊 那自然是销量和排行了 我说的牌大 不是指宝马奔驰比丰田本田的牌大 正相反 丰田本田比宝马奔驰的牌大得多 你如果有钱你买奔驰宝马 自然没问题 我要说的是 泛指一般的老百姓 最多不超过二十万买车的那种 而尤其尤其要注意的是 有些车是绝对绝对不能碰的 我说一真事啊 大约五六年前 我和一姐们 我俩一起从山东围方 开会了一辆奥迪A8 而且是排量最大 最豪华的那种 这辆车是某女手扇的 网上都能查到她 白色的 我俩叫她大白鲨 挂一个特牛的车牌 你懂的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排量应该是六成以上 好像是十二缸的 这位女手扇啊 她借钱捐款 直到再也借不到钱了 以至于后来连车都被扣了 太过于详细的 我不能在这说了 总之这车停了围方 停两年了 我俩把它开回京 我们俩到围方啊 我简单的看了一下这车 我最怕的就是爆胎 因为它直停停的 在那停了两年了 我把车呢 开到一修车铺 让师傅给看看 师傅说车胎还可以 慢点开呢没事 结果夜里大约十二点 在山东德州和河北 苍州交界的地的高速上爆胎了 我开的 车速一半 我俩差点交代了 好在有惊无险 简单结束 换车胎 开回北京 开始修车 我去修的 第一次修车花了五六万 而且我换的还不是原厂的配件啊 我如果换原厂的 一根左右前轮的减震就两万八 四根就得十多万对吧 我就给他修的 对付上能开就得了 不是我花钱 那我也舍不得花债钱 太贵太贵了 修好以后呢 我这姐们开车车 每年都得几万修车的钱 去年啊 也就是2023年 他又修了一次 你猜花了多少钱 能买一辆还算可以的新车的钱了 八万多 我说的是啥意思 就是不管你有钱没钱 你都不能买那种大车龄的老豪车 几万一辆 但是修一次还得几万 买那种大龄的老豪车 你面临的就是买车的钱没了 而那辆车你也修不起 实际上你如果买老豪车 那就等同于花钱买垃圾 我知道不少人耗装差啊 他觉得花个三五万买个老豪车 开出去倍有面子 买了你如果能开啊 不闹毛病那也算凑合 但是如果出问题 你又修不起 或者是你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修 那不就是废铁吗 你花三五万买一堆废铁 你觉得还便宜吗 这个对于一般阶层的老百姓啊 特别重要 千万不要觉得老豪车挺便宜的 那晚上也是绝对不能碰 碰了你就是钱车两空 我在网上搜一下老豪车 看到不少留言啊 我也分享给大家看看 第一条我一个干修理厂的 玩了一辆老七五零 差点玩破产 这还是开修理厂的呢 他都玩不起老豪车 第二条我曾经为了面子 弄了一个S600 直接导致我的个人资产孤轻 也导致我现在啊 对那个什么池啊 一点好印象没有 第三有个同学15个 买了个740 开了三四个月 八个买了 第四 你买辆老豪车 有概率能拉两个眼拙的妹子 一不小心就成媳妇了 但是你买辆飞度 老娘们都得绕着你走 你说什么是性价比吧 我觉得他要这么想 那也对 第五 我楼上的一哥们买了一辆老奔 就开了半年 马上换了新能源了 不用猜 也知道他被油耗伤透了心了 其实很多的说车人啊 他们从没站在大多数老百姓的角度去说车 他们都是有目的性的说车 这些车评人一上来就是风阻动力科技 咱就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买车干嘛呀 就是上下班 接见孩子 住在城市里 常年市里开 而且天天堵车 您觉得8.0T的 跟1.5自然吸气的区别大吗 堵车了 你8.0T的能飞上去吗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买车 也不是为了面子 老百姓考虑的是什么呀 不就是皮食耐用省油 舒适操控硬号 如果再能有点品牌保障的价值 将来换车啊 这车比其他的车还保值呢 不就行吗 我看到有些人说 某某车没有防撞 钢梁云云 人家那种车的品牌 人家的碰撞实验 不比你弹的狐狸的强 其实这些人 才是目的性不纯的说车呢 OK就到这 我是飞车马年老底三 下期再见 拜拜